第二是建设项目经济效果评价 我们经济效果评价的基本的方法分类 这个表啊大家要有一个印象 可能现在给你讲这些评价指标 具体的评价指标你还没有概念呢 我们后边会讲到 先看看它的分类 我们首先就是按 因为我们经济评价 我刚才讲了 这个经济评价它都是计划的 都是计划 比如我要建一个汽车制造厂 我还没有建呢 对吧 我要先比如我要建一个汽车制造厂 我要先考虑一下我投多少钱 进来能不能挣钱 不能挣钱我就不建了 所以它是计划的一个事 那你计划的时候 预测数据是否变化 就是你比如你这汽车制造厂 你出的投资是多少钱 它不是固定的 你比如建好了你一台汽车卖十万还是卖二十万 它车的价格也是会变的 包括你每年的产量也是会变的 如果你假设这些产量是固定的 就是确定性评价 我就认为我每年能生产一百万台车 那么这就是确定性 每台车就能卖十万块钱 这是假设这些数都是固定的 这就属于确定性评价 那么不确定性评价呢 比如我这个产量一百万 万一这个工人流失的比较多 它可能生产不了一百万 生产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 这个产量会变 或者如果进来这个车没有竞争力 它卖不了十万 只能卖七万八万 如果考虑这些经济评价的数据是变化的话 它就属于不确定性的评价 对于一个方而言 我们必须进行确定性评价 因为我们首先要进行确定性评价 它可行了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不确定性评价 也就是考虑这些数据 如果净低净低 我这个项目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不确定性评价 那么具体来说 比如我们不确定性评价 就包括应用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这些 再有是否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有静态和动态 其实静态评价 它就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那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就是时间前的一百万 跟现在一百万是平等的 是吧 这就是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它计算简单 是吧 这是它的最大特点 但是它不科学 所以它只是适应于初步评价 或对短期 就是今天明天 这个短期的 可以认为是相等的 进行评价 以及对于昨年收益 大致相等的相互的评价 这是它的一个适用 一般我们都是动态评价 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它能够全面反映投资方案 整个计算期的经济效果 因此在进行方案比较时 我们一般注意这 我们一般是动态评价 是吧 就是默认都是动态 除非人家题目要求你静态 否则我们默认都是动态的 这是我们经济效果评价的分类 一个是考虑 你预测的这些数据变不变 我们有确定性的和不确定性的 这是一类 好像就是我们是不是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分为静态的和动态的 静态评价 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动态评价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第二 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直接对应了我们这个大羹里边的这个考点 前面这些都是为它做铺垫的 因为前面这些东西 比如资金等人计算 你掌握不了 那你就没办法计算这些评价指标 所以前面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投资方案军级效果评价指标 不是单一的 根据不同的评价深度要求 和可以获得资料的多少 以及我们项目本身所处的条件不同 可以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 我们具体来说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分析 左边这一列 就是我们的评价内容有盈利能力 就是能不能挣钱 还有什么呢 承债能力 就是能不能还钱 这两类 首先分为这两类 那么盈利能力评价 我们又分为动态的和静态的 这是动态 然后这是静态 那么动态的就是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那么这是我们这些指标的名字 那可能现在你还没有见到这些指标的公式 如果我们后边把这些指标的公式都给大家讲一遍 大家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地方 就容易理解了 就容易理解了 因为现在你还不知道这些公式呢 所以现在我这动态指标跟你分这个了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后边你看了公式就知道 其实就是这些个指标在计算的时候 都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他们都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所以他们就属于动态盈利能力指标 而且他们都属于盈利能力 就是表示我这个项目啊 能不能挣钱的问题 所以他能不能挣钱的问题 都是盈利能力指标吗 经线值 内部收入率 动态投资回收期 净年值和净现值率 这些都属于 属于什么呢 首先是动态指标 还有一个就是盈利能力的指标 那么这里边我们特别容易错的 就是动态投资回收期 动态投资回收期啊 它算出来是一个时间 我们可能认为 这是一个时间 是吧 它到底是盈利能力还是承担能力呢 它是盈利能力的 不是承担能力的 注意 它不是承担能力指标 是盈利能力指标 然后指标的表达形式 这个什么叫价值性 价值性 就是说它反映的价值 是一个绝对尺度 你比如我们说100万 这就是一个绝对尺度 另外一个 经线值是200万 那你200万就比100万大 那你200万的就比它 从绝对尺度的角度来考虑就要好 它是一个价值性的指标 我们还有比率性的 什么叫比率性呢 你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 比值 是吧 比如我们说利润率 那我就是利润 除以成本 利润除以成本 这就是一个比率性指标 对吧 它是行对的 你比如我们说 这个项目利润10万 那你说这个项目好还是不好 你这个叫绝对尺度 你投资了 你成本是100万 你的利润10万 那你是不是利润率10% 我另外一个项目利润是9万 可是我投资了10万 那你说它的利润率是不是90% 对吧 你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绝对尺度 来行临这个项目好坏 我们可以用相对比率性指标 这就要比率性指标 动态投资回收期 它是时间性的指标 因为它算出来是一个时间 你比如我们动态投资回收期 我算出来是5年 这就是一个时间性指标 对吧 它跟计算期 比如计算期是6年 它小于计算期 我就可行 时间性的 经年值也是价值性的 经年值率是一个比率性的指标 这个这一列我们就能知道就知道 知道不了也不过多要求 但是我们这一列是要掌握的 比如我们一说它 你就知道 这四个都属于动态的 都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而且它们都属于盈利能力的指标 它可以在计算题靠我们 那么盈利能力里边的静态指标 就是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比如我们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总投资收益率 资本金利润率 还有承债能力 承债能力就是 你能不能满足还款的要求 承债能力 静态指标 利息备付率 承债备付率 资产负债率 那么比率性就是一个比值 这仨都属于比率性的指标 而这仨 总投资收益率 资本金净利润率 也属于比率性的 静态投资回收期 属于时间性的 好 那这个地方 先是一个提更测量的东西 给大家放到这 你要是不太理解 后边我们会讲这些公式 你把这些公式 以及我们后边讲的案例 掌握了 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东西 你就豁然开朗了 一下子放到这 你可能不明白 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们初学的学员都这样 当然你把它这个系统 把这个系统看完了 甚至把它的案例也看完了 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地方 你就理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形式展开介绍 第一是盈利能力分析 经线值 什么叫经线值呢 有时候我们加了一个F 这个就叫财务经线值 有时候我们减写就是NP位 有时候减写就叫经线值 它算法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规范一些写了 加了F 不规范就NP费 没加F 你都是经线值 是指按预定的折线率 一般采用基准收益率 计算项目计算期内 各年净线线流量 折算到建设期期初 一定是建设期期初的 限值之和 就是我们的财务经线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我们画一个线线流量图 这是这个零就是我们计算期期初 零 这个一二三 一二三 再到N 那我们每年有一些流入 有一些流出 而且流入流出可能都不相当 假设都是这样 那我把这每笔钱都给它折到这 都折到这 比如都折到这之后 就是我们的限值 每一年的都折到这 都相当于是以至中值求限值 你看 这个就是流入减流出 就是一个就用这个减这个 然后再除以一家基准收益率 都给它折到期初求和 就是我们的经验值 那么我们这个利率是用什么呢 用基准收益率 这个基准收益率 我们认为是一个国家平均水平 什么叫收益率呢 你比如我这一年利润十万 投资是一百万 那我这个收益率就是百分之十吗 就是百分之十 就是比如基准收益率 人家收益平均水平 人家投一百万啊 就能这个行业啊 我们一般都是按行业 你卖白粉的肯定收益率要高 是吧 做面包的可能就低一些 就是一般它都是行业的 这个行业的 比如这个行业的收益率是百分之十 那你这个项目按这个折到期出 按这个折到期出 你的经验值算出来大一早一两 那就证明你能达到社会平均的收益率 而且还比它要多一些 那肯定就好 如果你按照社会平均收益率 你折到期出了 你这个经验值小一两了 那你就是你达不到社会的平均收益率 那你这个项目就不好 你就换别的项目 要理解这个公式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这个它的计算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是画一个图帮助大家理解 这是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这个上面是我们的时间 比如这是年 那你看 这个第一年第二年 我们是流出 这个都是流出 注意到流出 然后流入没有 那这就可以认为是零 那这个净线流量 就是用这一年的流入 减这一年的流出 你看零减1200 就是负的1200 零减340 负的340 哎呀后边 那这两年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建设期 建设期它没有生产东西 只是建造 花钱 没有流入 只有流出 那后边这个就属于我们的运营期 它就属于运营期 运营期了 好 那这个都是流入 然后这是各年的流出 我用 这儿 这个2440.8 减它 这个减这个就等于它 这个减这个等于它 这个减这个等于它 这样 就算出净线流 净线流就相当于 这个 登年的这个流入减流出 它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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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那在这里边 你看我们这个表里边 它有没有说比如第三年 我2444.8 流入这么多钱 它有没有说是流在这第三年年初还是年底 它没说 没说我们是不是默认它是在年中 年底 默认是年底 是这样处理的 好 这是第三行 净线流 它是怎么算的 然后第四行叫累计净线流 累计净线流 那么累计渐线流 它就是利用第三行 你比如这个数它前边是不是没有了 认为是零 也就是你第一年往前加 还是负1200 所以它还是负1200 然后第二年的累计呢 那就是这俩相加 就得到负的1540 然后第三年的累计 就是这三行加 对吧 就得到第三年 12345678 都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出于行加 你比如第四年的累计 你就可以用第三年的累计加上 加上刚才这 加上第四年的这个数 这样也可以 这样更快 你第三年的累计不就是这三个数吗 加上第四年的 就是第四年的累计渐线流量 好 这是第四行 第五行 直线系数 I等于8 百分之八 这个直线系数I等于8 这些是怎么来的 这些数 就是一加上百分之八 括号 N四方 分之一 如果你这是第一年 那是不是就是 一加百分之八 如果是第二年 那一加百分之八 它的负二次方 这是负三次方 负四次方 负五 负六 就得到这些数 当然这些数没让你算 人家直接给你了 第六 折线经验流量 这个第六 折线经验流量 它是用我们的第三大项 也就是这儿 这个数 用这一行 分别乘以这儿 分别乘以这儿 就得到这一行了 其实就形成于是 以之中值求限值 对吧 那我 我这个数 负的1200 我是不是 除以一加百分之八 也就是乘以这个系数 就得到它了 然后再用这个数 负的三百四 乘以0.8573 就得到这儿 负的291.482 好 这是折线经验流量 都把 其实就形成于 我们就是 这个每一年 每一年 有向上的 有向下的 这是0 都给它折到7出 都给以之中值 求限制 都折到7出 向下的 我也折到7出 给它减掉 对吧 都 各个年都折到7出 这是对应 然后累计 折线经验流量 那这个数 它就是这个 这个拿下来 然后第二年的 累计折线经验流量 就是这俩相加 第三年的 这三相加 比如第三年 这这这这三相加 就得到这个数 然后第四年的呢 这个数 这是第四年的 就用第三年的 这个累计折线经验流量 加上第四年的 这个数 也可以叫 错语相加 得到的 好 那我们看 我们 经验值 经验值就是 计算期末的 累计折线经验流量 那也就是这个数 这是计算期末 最后一年 第八年 然后它是不是 累计 折线 经验流量 之和 累计就是求和了吗 就是这个 588.6 那么这个数 经验值 大一等一零 幸不可行 大一等一零的意思就是 我能把 行业的基准收益率 水平收回来 而且我还比它高一些 如果等一零 正好跟它一样 比它大 大一零 就是还能比这个 多一些的收益 那么它就可行 那么它的优点 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对吧 为什么说它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呢 你看我们是不是 在算折线经验流量的时候 都考虑的直线技术 都是用 登年的这个中值求限制 中值求限制 中值求限制 所以它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全面考虑了项目在 整个计算期间的经济状况 为什么说整个计算期呢 你看我们的寿命期是不是八年 这个寿命期八年 我这八年是不是每一年都计算了 没有落掉一 没有落掉一年 都考虑了 所以它考虑了 整个计算期内的经济状况 经济意义明确直观 能够直接以金额表示 项目的盈利水平 直接以金额大小 就是什么叫金额呢 就是说最后我算出这个数 你比如这个项目是五千八百八点六 还有一个是五百 五百八百八点六 还有一个是五百 那我比它大 我比它大 我就比它好 绝对尺度就比它好 这是它的优点 明确直观 直接以金额表示 判断直观 它的缺点 缺点主要就是 需要确定一个符合经济现实的基准收益率 就是这个IC 其实就是我们比如知道 这道题就是百分之八 那你怎么确定出基准收益率是百分之八 这个比较困难 而基准收益率的确定 我们比较困难 是吧 经验值不能反映单位投资使用的效率 就是说你 你比如你这个是五百八八八点六万经验值 人家这个是五百 你这个投资 出的投资可能是一千万 人家这个出的投资可能是五百万 那你没有考虑出的投资的影响 是这意思 不能直接说明在运营期各年的经营成果 这是它的缺点 那么比较的时候 我们看第三 如果经验值大一等一零 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这句话要整握 就是大一等一零可接受 那么反之它小一零 这个项目就不可接受 好 这个经验值这个点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 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 它的计算公式是 我们刚才不讲了经验值吗 经验值是用基准收益率 把每一个每一年的经验流量 都给它折到期出 然后求和 得到这个累计折现经验流量 这是经验值 那么它算经验值的时候 那个基准收益率是确定的 那么大家想 如果基准收益率变的话 这个经验值就会变 比如出入状态下 基准收益率是百分之 百分之十的时候 这个经验值 NPV大于0 如果这个基准收益率增加 大家想 经验值是变大还是变小 别的都不变 如果基准收益率增加 那经验值肯定会是变小 因为你经验值是不是用 我们的某一年的 比如这一年的 现在流量是一百万 是不是除以一加上 爱的N次方 这样累计求和 爱从一到N 这样求和的 那你这个数不变 你这个数爱变大 这个就变小了 所以说 它这个内部收益率 跟建值的关系是这样 这个是折现率 这是FNPV 它是随着 折现率的增加 我们建值会变小 随着 折现率越大 建值就越小 那么这个内部收益率 就是在这儿 使建值等于0的 折现率 使建值等于0 就是我们这儿 这个折现率 就是内部收益率 那它的公式是这样 大家一看这个公式 就比较复杂 是吧 你看这个应该是 这个少了一个 NPV1 加上NPV2的绝对值 I1 这是一个收益率 折现率 加上NPV1 除以NPV1 加NPV2的绝对值 再乘以NPV2 I2-I1 那这个公式怎么来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我假设 折现率是I1的时候 这个是I1 然后对应的 它的 竞现值是NPV1 大于0 也就是 这儿 然后我再假设一个 折现率是I2的时候 I2的时候 这个对应的一个 NPV2 竞现值2 NPV2 小于0 如果这个I2跟I1 是吧 因为它这个 NPV收益率 这个点 它一定在I1跟I2之间 这是必须的 它在I1跟I2之间 好 那如果这个I2跟I1越近 本来这是曲线嘛 如果越近越近的话 这个 这一段我们就可以认为 是一条直线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 I1跟I2之间的差距 一般不超过2% 如果 一般不超过2% 就是最大 不超过5% 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是比较理想 就能 精度就高 采用线性内差法计算 内部收益率 什么叫线性内差法 就是认为这个 虚线 它是一条直线 只是用具有 成规线流量的 具有成规线流量的投资方案 什么叫成规线流量 就是它 它这段 I2跟I1之间 它是一个焦点 你不能有多个焦点 那就不成规了 那就没法算 是用你成规的 现线流量的投资方案 而对于具有 非成规的方案 由于内部收益率存在 可能不为一 就是多个 是吧 它有几个焦点 是吧 因而不太适合内差法 就不好算了 就是非成规的 现线流量的方案 它内部收益率 算起来比较麻烦 不好算 那么如果是成规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图来表示 大家看 那我再把这个延伸一下 延伸到NPV2 这儿 好 现在这个点 A B C 这个是 D E 那三小型 A B C 就形式于三小型 A D E 这零个三小型 就形式 那么我们看 AB 比上AD AB 比上AD 就是这一段 比上这一段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BC 比上 DE 好 那现在 我要算的就是BC BC我是X 是吧 那这个BC X就等于 AB除于AD 乘以DE 那么AB AB是不是就是NPV1啊 那么就是NPV1 除以 除以这个AD AD是这一段距离 加这一段 也就是NPV1 NPV1 加上 你不能加NPV2 因为它是负的 你得距离表示 它的一个绝对值 NPV2的绝对值 就是 比上他 再乘以这个 DE DE就是I2-I1 再乘以 乘以一个 I2-I1 这就是X 那你算出X了 我要算C这个点 它就是I1 加上X 所以就得到I1 加上这个数了 它这个公式的来源 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知道它是怎么来了 那这个公式 你就能记住了 进来算的时候 你也就会算了 它就是用 内插法 其实这个内插法 它也叫试算法 就是试了很多次 你比如说 我怎么知道这个I1 我怎么知道I1 我怎么知道I2 它是试了很多次 试出来的 将来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综合案例 涉及到I1跟I2 它的试验 以及内部收入的计算 大家现在这个 有一个理论基础 就可以了 第二 那么这个内部收入率 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对吧 它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因为它算竞现值了 它算竞现值 你肯定折现 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还有整个计算器内的经济情况 注意啊 也考虑了整个计算器的 整个计算器的经营状况 能直接衡量项目 未回收投资的收益率 注意啊 内部收益率 它表示的是 未回收投资的收益率水平 不需要事先确定一个 基准收益率 这个就不像我们那个 竞现值 竞现值你需要确定一个 基准收益率 对吧 而基准收益率确定又比较困难 那是竞现值的确定 而我们内部收益率呢 它不需要确定一个 基准收益率 它的优点还是考虑了 资金的时间价值 考虑了整个计算器 能够直接反映 未回收投资 所能带来的收益率 它的不足 计算麻烦 试算吧 试了很多次 那个I1I2 你看着 这个地方是写了一个I2 其实它在算的时候 试了很多次 试算出来的 比较麻烦 好像就是对非常规的 现在流浪来说 计算结果 往往不为一 也不好算 非常规的话 它的图就不像这个现象的了 它可能有好几个焦点 这个计算结果不为一 第三 如果该收益能力大于基准收益率 注意哦 就是该收益能力 就是我们的内部收益率 也就是我们这儿算出来的 内部收益率 对吧 它大于等于基准收益率 也就是说 我这个投资啊 能把基准收益率收回来 而且还有超额的 或设定的折现率 表明项目可接受 如果小于基准收益率 方案不可接受 那么这是内部收益率 它跟基准收益率比 检验值呢 FNPV 它大于等于量 相不可想 其实这两个结论 应该是一样的 这两个结论是一样的 你内部收益率 大于等于基准收益率 必然会导致检验值 大于等于量 它们评判出来的结果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个计算就比较麻烦 对吧 刚才从给大家画图推导 大家就知道计算比较麻烦 第三 静态投资回收期 注意 这个叫静态 那我们前面说 如果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它就是静态评价 如果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就是动态 你从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 静态投资回收期 它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它是静态的 以项目净收益 画到这个现在流量的图就在这 一开始的时候 我投100万 然后每年的收入 比如是100万 每年的支出 比如是90万 这个100减 90叫什么呢 叫净收益 这个叫出入投资 就是投资 项目投资 那你多长时间 能把这个投资收回来 是不是100出入投资 除以每年的净收益 你10年 是不是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你看它是不是 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对吧 是考虑项目在财务上 投资回收能力的主要指标 那么这个是 这种算法比较好算 你直接用出入投资 除以年净收益 是吧 它年净收益是新等的情况下 我们这样算 非常好算 也好理解 可是我们往往这个年净收益不等 因为这是190 可能下一年 这是150 这个支出可能是130 然后再下一年可能是80 这又是60了 它不行等的时候 你就不能这样算了 你就得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这的这个公式 那么近代投资回收期 就是累计经验流量 开始出现正值的年份 注意哦 一定是累计经验流量 出现正值的年份 简易 加上上一年累计经验流量的绝对值 除以登年的经验流量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公式其实也能推导出来 我简单的给大家 在这画一个图 是吧 给大家讲一下 你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时间 这是累计经验流量 那么它随着时间 累计经验流量 随着时间增加再增 再兴盛 兴盛 那么我们的 这个 经验投资回收期 就是我什么时间 能把我的投资收回来 也就是这等于零的时候 就在这 那我假设第一个 注意哦 这个是累计 这个地方叫累计 净现金流量 累计净现金流量 注意它可没有折现哦 这个累计经验流量怎么理解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边有一个案例 你看 这个这个案例 流入流出净现流量 累计经验流量就相当于这一行 就相当于这一行的数 累计折现 这个是累计折现 是吧 它意思不一样啊 要注意它的意思 那么我们找到这了 那么假设某一个时间 第一次使累计经验流量 这个 这个数大一凉 然后它减一 T减一 这个T减一 这个地方的累计经验流量 肯定是小一凉 是吧 这是凉吗 好 如果这个T跟T1比较接近 它就差一个1 那么这个静态头和游切 就在T1跟T之间 那么这时候 这两个三小型就可以相似了 这个三小型 比如A B C 跟这个大三小型 这 这个大三小型 这是B D E 好 就相似了 那我们看 这个 我们 这个ABC跟 B D E 相似 我现在需要算的是AC的距离 那你AC如果算出来 AC比如是X AC 比上 BD 我先写到这 A C 比上 BD BD 就应该等于我们的这个角 这个角 也就是AB 也等于AB 比上 D 比上D 好 那么我们设AC的X BD呢 BD是不是T 跟T减1 也就是T减去T减1 那么这个BD其实就是1嘛 它就差1 那 AC比上1 就是X AC是X 那就是X除以1 X什么 但AB AB AB是什么 就是你T减1 这时候 这时候你的累计 进线流量 AB 对吧 就是AB AB AB因为它是负的 所以这儿我们应该用 绝对值 AB的绝对值 除以这个 D 除以这一段 D D就是我们这儿 就是登年的进线流量 登年的进线流量 你看这个数不就是用这个数 加上这个数吗 一加就是这一段 这就算出X 那么算出X之后 我们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这就出来了 累计进线流量 第一次出现正常年份减1 再除以上一年 累计进线流量的绝对值 除以登年的进线流量 那么这个 我给大家放到刚才这个案例里边 如果算它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那我们就要看这儿 这是进线流量吗 这一行 累计进线流量 那你看它一开始就是负的 负的负的负的 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图 随着时间的增加再增加 到第八年第一次转正了 那就第一次出现正式年份 就是8-1 加上一个小数 就是这个数的绝对值 负的359 359.57 除以登年的进线流量 不能除以这儿 这是累计的 登年的进线流量应该是2475.04 除以2475.04 除以它 这算是就是静态投资回收期了 所以它的原理就是这样 还是利用三小型 形式的原理 计算出来的 这是我们静态投资回收期的计算 那么再看 静态投资回收期的计算公式 讲完了 那么它的意义 求出的投资回收期 静态投资回收期 跟行业的基准投资回收期比 如果你的 你这个项目的 静态投资回收期 小于等于基本投资回收期 表示 项目投资能力 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回收 就是说可行 投资回收期越短越好 回收越快 空翻能力越强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行业的 刚才净收益是 每年是10万 投资是100万 它投资回收期是10年 然后比如这个行业 平均 基准投资回收期是15年 就是说行业的 平均水平15年 能把投资收回来 可是你这个项目 10年就能收回来 你越小越好 跟谁比啊 跟行业的 基准投资回收期去比 越小越好 是吧 注意它比 就是你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小于等于基准投资回收期 项目就可降 它是一个静态指标 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它的公式 它的一般公式是这样 如果每年的静态流量行等 我们可以用初次投资 除以每年的静态流量 如果不行等 你就用这个公式去算 好 那么静态投资回收期 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跟静态投资回收期 还有一个对应的概念 就是动态投资回收期 动态投资回收期 跟静态回收期比啊 它就是多了折线俩字 要考虑折线的问题 第四 总投资收益率 是达到设计上能力后 正常年份的年息日前利润 或运营期内年平均息日前利润 息日前利润 我们用EBIT表示 跟总投资的比率 这个地方啊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什么叫正常年份 比如我要生产机车 比如我这个建设 我这个一二是建设企业 三是运营企业 那么三运营企业 它三属于计算期的第三年 但是它是运营企业的第一年 我刚开始生产 我工人跟设备的磨合 设备之间的磨合都不充分 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这时候没有 比如我正常生产能力是100万件 我这时候只能80% 只能生产80万件 这个就是我们的投产期 刚开始生产 还没有达到设计算能力呢 后边我们就满负荷生产了 比如第四第五 都是100万件 这个就叫正常生产能力了 就是达到设计算能力后 正常年份的年息税前利润 息税前利润就是 没有扣利息 没有扣所得税 钱的这个利润 这个叫息税前利润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这一年的收入是100万 比如我的支出经营成本50万 折旧是10万 然后利息是5万 所得税是 假设所得税是5万 那我就是 这是我的成本 税前成本 这个是考虑所得税的 那我用如果用100减这些数 你看50 10 5加50就是70 如果用100减70 100减70 他是不是扣了利息 扣了所得税 那他的这个利润 是不是就是30万 这是税后利润 那我不扣所得税 不扣利息 那我是不是100减60 那我的利润是不是40万 那么他就是他要大 对吧 税税前利润 要比所得税后利润要大 他就是没有扣 所得税没有扣利益前的利润 这个概念先要掌握 知道这个概念 跟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我们在中级经济社里边 应该学过 我们的总投资 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 这个总投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 和流动资金之和 那么其实固定资产投资 就包括我们的建设投资 和建设期利息 然后建设投资包括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和预备费 其中工程费又包括设备级 工期局构置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等等 这个在中级里边都有啊 我们如果我们学员不清楚的话 我们后边 比如在合同里边啊 索赔里边用到了 我们还会给大家再提提醒的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总投资收益率高于 行业的收益率参考值 行不可行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工程式 用我们的年 稀释前利润除以总投资 这个选谁啊 如果你正上年份的 稀释前利润相等 我就用这个正上年份的 稀释前利润 如果正上年份的 稀释前利润不相等 我就把运营期 稀释前利润求平均 用这个年平均稀释前利润 除以总投资 也就是正上讲的 稀释前利润 正上年份的 年稀释前利润 首先是选这个 如果相等 就用它 如果不相等 我们就用运营期求平均 运营期的 年平均稀释前利润 来除以总投资 这个总投资 刚才说了 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这个总投资 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还有流动资金 还有流动资金 这些都包括在里边 好 这是总投资收益率 跟谁比 它高于行业的 高于行业指的 就是大于等于行业的 总投资收益率 相不可想 第五 净献值率 什么叫净献值率呢 比如我们甲方案 它的净献值是100万 乙方案 它的净献值是90万 如果从绝对尺度上来比 肯定甲的比乙的好 这是从绝对尺度 但是 我们比如甲的处理投资 你的处理投资是1000万 带来的净献值是100万 人家乙呢 人家投资是 比如是500万 处理投资 人家带来的收益是 见验值是90万 你如果用绝对尺度比 肯定甲比一好 如果你用行对尺度比 就是100万 见验值除以你的处理投资 1000万 你这个是不是等于10% 人家这个乙的 我们的见验值率 用见验值除以500万 人家算出来的话 是不是肯定比这个10%要大 是吧 肯定比100%要大 所以它更能体现出我们 见验值跟投资的关系 我们看 就是项目见验值 跟项目全部投资 限值之和 是吧 见验值跟限值投资 之和的比值 反映的是单位投资 所能带来的见验值 不像我们见验值 就是一个绝对值 不是一个比值 而这个见验值率是一个比值 要考虑单位投资的限制 带来的收益 是辅助评价指标 适用于多个投资方案 不同的方案比选 它不是用于单方案 因为单方案你就一个投资限制 它适用于多个方案比选 公式就是用我们的见验值 除以投资的限制之和 注意哦 这个分母是什么呢 分母是 我们全部投资的限制 就是这个分母 也就是这儿 是以各年投资的限制 都直到其出 评价标准 我们的见验值率 大一等一两 顺明投资方案 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就是它自己是可行的 如果它小一两 顺明它不可行 如果多方案比的时候 那肯定见验值率 从这个指标来比 越大越好 见验值率 这是第五 那你说见验值率 有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呢 考虑了 对吧 因为它算了见验值嘛 所以它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那它肯定是一个动态指标 然后它是一个盈利能力的指标 而且是盈利能力的 对吧 盈利能力 第三 它是一个比率 它是一个比率指标 不是一个时间指标 是一个比率 是比出来的 你看 比出来的 比率指标 第六 动态投资和射器 我们刚才讲的 静态投资和射器 这个是动态投资和射器 我们 这个表示累计 比如纵周表示 累计折线 折线 净现金流量 净现金流量 这个表示 折线率 那么它 也是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个累计 折线接线流量 也是在增加 当时累计接线流量 那么等于零的这个 这个时间 这儿就是时间 这个不是I 这个是T 时间 就是我们的 动态投资和射器 考虑资金 折线率的前提下 回收项目所需要的 投资所需要的时间 那么这个考虑的 资金的时间价值 那么它的计算公式 就是累计折线 经验流量 开始出现 正值的年份 减一 然后除以上一年 也就是上年 就是上一年 累计折线 经验流量 绝对是 因为它是一个负的 除以出现正值年份 登年的经验流量 其实就是 这是T 第一次出现正值的年份 然后这是T减一 T减一 那么我们要算的 这个点是在这 这个三小型 A B C 跟这个三小型 B D E ABC 跟BDE 相似 其实就是这一段 比上BD BD就是T减去 T减一就是E 这一段比上它 就等于这一段 AB除以这一段 比如我们应用一下 这个公式 还是用我们刚才 讲的这个案例 算一下动态投资 合作器 那我们就要看这一行 累计折线 经验流量 它又负的负的 慢慢慢慢变成正的 第一次出现正是 你们在这 这对应的时间是8 那就8减一 其实就对应了 这个图里边 这 这是第一次 出现正值 这是第八年 那么它对应的 经验值是这 这个数就是 588.6 然后它的上一年 不就是第七年吗 这个就是7 那么第七年 它的 它的这儿 经验值是748.66 那这个负的 负的 748.6 好 那么我要算到这个点 大于7 小于8 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动态投资数据 就是7点几 那么我就用这个三小型 相似 你看 我要算这个点 这个是x x除以这个 就是1嘛 就等于这个数 这个数 也就是这个数的绝对值 就是这个 748 748.66 绝对值 除以这个数 这个数就是用 748.66 绝对值 就是这一段嘛 这一段 是吧 加上这一段 再加上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就是 这一段的建议值 其实就是你第八年 第八年的建议值 就是这个数 加上 588.6 加上这个数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1337.26 对吧 其实就是1337.26 那我们一算 就算出这个x了 那你再用 8.1就是7 加上x 就是我们动态投资核数器 其实你要知道 这个表的话 你直接就可以带进去 也就是8-1 t-1 加上 加上一个 这个748.66 748.66 除以 第八年 登年的建议值 1337.26 1337.26 这样一处 他一定 这个数一定是 大零小一一的 这就是动态投资 回收期 他都考虑了 资金等时间价值 你看 考虑了值钱技术 好 这是动态投资 回收期的计算 给大家举 这么一个 例子 然后他的评判标准 我们求出 动态投资回收期 它是跟谁比啊 它是跟计算期比 静态投资回收期 它是跟基准投资回收期 你静态的投资回收期 大一等于基准的可行 而动态投资回收期 是跟计算期 计算期包括什么呢 计算期包括建设期 包括建设期 加运营期 加运营期 这是我们的计算期 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 如果它比这个短 我们的动态回收期 小于等于计算期 这个项目就可行 也就是说 我在规定的计算期内 能把投资收回来 如果比这个长 在规定的时间内 就把投资收回来 就不可行 这是动态投资回收期 它的应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